我最欣賞的人物就是子供 之前張天亮老師說過 子供這個人他做生意非常的擅長 然後大家都覺得他說不定還比控制還要高明 結果他就跟那些人講說 我租的牆是比控制還要低的 所以大家都看得到 可是控制住的牆是非常的高 他的更高深的內涵 其實大家沒辦法理解的 他不會因為這樣子就開始自大起來什麼的 然後反而那個還很謙卑的跟大家說 老師其實是更高深的 我看校團風雲就是感覺剛開始 就是粗淺看上去只是一個 簡單介紹歷史的節目而已 但是他吸引我的地方 一個是反而中華文化 就是很深的五千年底蘊 就是很豐富的歷史故事 第二點就是他的歷史脈絡非常的清楚 然後分析的條理相當清晰 因為我個人學習我習慣就是用一整個 順著時間走這樣子走下來 然後現在學大部分的課本就是一段一段的跳 然後還要分段跳躍的事 就我印象比較深刻的就是有一段是描述 記者掛劍的故事 他有一次出職徐國的時候 就是徐國國軍非常的欣賞 他佩戴了一把寶劍 這段旅程結束以後 他自己答應自己要把寶劍送給這位君主 後來君主不幸去世了 他仍然將他的劍放在他的墓箱 但是對自己一種對自己誠實的一種方式 對 讓我印象深刻 我本來想說第二季怎麼還出來 我看過其他一些歷史節目 看了《校團風雨》之後我發現 歷史上面很多東西都是神跟人之間的關係 讓我感覺很不一樣 然後很吸引人 有一段齊敏王的故事 就是說齊敏王因為他病例後來好像很強大 就開始狂妄 很狂妄的時候 就開始有三項天災 由天地人來給那個清明王警告 天就是天下邪雨 然後地線跟關口前面有人在哭 可是只聞其聲 不見其人 就是講說天在給你警告 表達很清楚就是天會給人警告 天跟人是緊密相關的 孫武跟吳子序吧 孫武是學習事務的精神 就是學習兵法 然後在寫兵法書的時候 對於他的熱誠 就是很大的幫助 因為這對我的學習來說 也會比較集中 寫兵法書的時候 他就是會運用很多種元素 然後不同的風向 然後陣型 然後很多事物來 就是思考